一萬例行賽 關心臺皮英雄踢館 臺中泰陽 前一場跟雲爆爆發 大衝突 英雄自駕一格蔣魚安 遭到競賽的情況之下 對山君並沒有因此相處鬥志 開局拉出一波 九比零的攻勢 小龍休猛 不過隨後泰陽揮過身來 帶頭強分的是養將萊斯 單強拼馬殺到進去 上籃得分 還順時要到發展機會 在他單捷十七分的代理之下 泰陽迎頭趕上 但始終超越不了英雄 因為他們的養將瓊斯 表現也很不錯 不只能夠切入進去搶分 推到外線 壶頂三分出手 同樣互在劃下 瓊斯半場攻下十四分 三籃板一火鍋 順利英雄取得52比45的小金仙 換邊再戰落後的泰陽 發起猛攻 全場投進三顆外線 攻下十一分的胡冠宣 在外線搶分 然後萊斯再補上一槍 大好三分蛋 幫助泰陽反眸戰局 這場比賽他砍下35分 全場最高 還外帶九籃板 四助攻 四超捷 勾手兩端 全能伸手 台中太陽一波十六比二的猛攻 一度逆比戰局 遭到敵人逆轉 臺皮英雄化悲憤為力量 助益增化身 半分齊兵 整場比賽攻下十四分 其中有十一分都集中在下半場 臺皮回敬丟比0的攻勢 再次反途戰局 並在進攻箭頭 瓊斯的帶領之下 逐漸掌控閉下節奏 外線三分 空清破亡 還只是小水身手 終點機會在上野灌籃美季 瓊斯攻下二十七分 全隊最高 還有最香 星秀 草薰香 包含這一季在三屆終了前命中的 八十比腿在內 全場攻下二十七分 七籃板 七竹弓 英雄再拉出十五比七的攻勢 速定勝利 中場台皮最九十七比九十一 立腿太陽 踢完成功 八十一台 總部報導